啊這樣不會很累嗎?連續浪桿 為什麼你要這麼硬啊? 啊沒辦法所有的行程都趕在一起 有 我有看到有人打卡了 只怕會幹什麼 我已經脫離這太久了 就是釣魚的啦 釣蝦界很黑暗 大家好 我是偷島 我現在人在泰安休息站了啦 然後現在的時間 是凌晨的3點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出現在這邊 是因為我們好兄弟說 欸我想要釣魚 所以我們一早6點半集合吧 可是人生這樣走一回我覺得 兄弟說要衝 我們就一起衝吧 好累喔 我覺得等一下應該要先睡一下 好啦 各位 晚安了啦 大家好 我是偷偷 我現在來到台中這裡了 然後這附近呢就是中港路 還有收購百貨啦 然後在這邊有一家叫做超級碗的拉麵店 它這家拉麵店是主打東京醬油拉麵 而且我今天會來這邊也是因為有個觀眾 他特別跟我推薦這一間 他的口味 還有甚至說他所提供的服務 都是我會還蠻喜歡的啦 那等一下我們一起去體驗看看 超級碗拉麵 它表現是如何吧 GO 95 www 超級碗拉麵店 超級碗烹調 1 0000 欸好 謝謝 欸好 謝謝你 謝謝你 OLO Titan 在店内的啦 那他这边 我是觉得他的气氛 还蛮舒服的 而且刚刚我有询问店员 今天是否可以有加面 或是有什么加汤的东西 结果他全都有 还蛮特别的 因为通常拉面店 他做珍贵的东西就是他的汤头 可是今天这家 他竟然可以让我们加面 又可以加汤 这让我还蛮期待 他等一下表现会是如何呢 那我们现在喝一口这个 极为浓郁的汤了 天呐 他这个汤是非常的浓稠 已经接近是酱的等级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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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拉麵是捲麵的 它口感我覺得是十分的扎實 而且它跟這個濃郁的湯搭配起來 簡直天衣無縫 它很濃郁的地方 就是這個水 它的水 很濃郁的地方 是在這裡 它是很濃郁的地方 它是很濃郁的地方 我第一次看到切的这种条状的叉招 它这叉烧肉经过炙烧过后啊 它表面有一种焦香的味道 我觉得跟它这个面非常的搭耶 好香的味道哦 OK了各位 我们吃完第一轮的拉面了 那吃完的时候我发现它这个汤啊 它已经根本就是一碗酱了 等一下再加面吧 是说我们是不是好久没有吃这种卷面了 不然通常我们好像都吃博多拉面比较多呢 这种卷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它口感Q弹 而且比较不容易被这个汤也泡烂 有时候我也还蛮喜欢吃这种面的 OK了各位 我们第一球加面吃完了 在吃完第一球加面之后它里面的汤已经所剩无几了 那我们等一下加面的时候我们再试试看它加汤会是如何吧 不好意思 请帮我加汤加面 谢谢 各位啊 它的加汤竟然是一碗清汤 我们现在喝喝看这个味道如何吧 不过OK啦 我还以为它的加汤也会给我们这种比较有口味一点的汤嘛 但是说我也能理解拉面店的做法跟他们的经营考量啦 各位啊 我觉得我们需要拉面好朋友 七味粉的救援呢 不过好险它这碗的肉量非常的多啊 你看 这块充满脂肪的叉烧 好 这块充满脂肪的叉烧 好 这块充满脂肪的叉烧 这块充满脂肪的叉烧 不然单纯只吃这个肉的话我觉得 好像有点怪怪 没什么 好 这块充满脂肪的叉烧 好 这块充满脂肪的叉烧 好 这块充满脂肪的叉烧 我习惯这种清淡汤口的时候 其实还蛮好吃的耶 但我觉得等一下应该还可以再加一球面了 还不错耶 好 这块充满脂肪的叉烧 好 这块充满脂肪的叉烧 好 这块充满脂肪的叉烧 我难得吃到这种清淡汤口 还会想要再续下一球面 谢谢你 各位啊 我们刚刚从浓转蛋的那碗面开始 我突然觉得 它这清汤其实是OK的耶 来吧 吹下去了 我们就凭借着这些肉跟这个汤的综合 让这碗面变得更加的无敌吧 就是这么厉害了 就是这个水 就是这个硬汤 然后我们都知道 那边探索一股 就是这个铏吗 不太厉害了 那边探索又有点 不太厉害了 不知道 好 那边探索 其实就是这种银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各位啊 我们吃完了了 那等一下我们直接出去做结尾吧 大家好 我是Toto 我们回到今天下他的旅馆了啦 他这家旅馆我觉得它是风格十分浓烈的艺术风 就像我们今天吃拉面店 它有浓烈的东京酱油拉面的风味 哇 我们今天的旅程都非常的浓郁啊 虽然说在加汤的时候也许有那么一点美丽的误会啊 还有我们在吃拉面之前啊 我有跟Omega还有张小悠一起去钓鱼啦 等一下 哎哟 你吹omomv 捕一下 好小只喔 我先等下挣扎完 来喲孩子 哇 哦耶耶耶 失陸耶 哦哦哦哦哦 各位 哦 Omega今天帶我們來的這個點 還不錯耶 超型的啊 有真舒服 人生第一次潛打可以釣到 我覺得是舒服的 但是各位觀眾啊 你們看到這邊 如果你們對釣魚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嗎 我們來說說今天吃東京醬油拉麵 超級丸的想法跟心得吧 它除了提供給你非常道地的醬油拉麵之外 它裡面也有非常濃郁的豬被子 尤其我們今天吃的是不怎麼會吸湯的捲麵 這樣吃起來非常的像沾麵 但我對於這種捲麵十分的不拿手 所以我也不敢跟他點 我們平常吃博多拉麵的 五秒麵 然後我們今天加麵也是加得非常客氣啊 點到為止就好了 看到這邊各位啊 你們有什麼喜歡的拉麵店 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給各位知道 還有你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加入頻道會員成為邊緣的美食家哦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